大家好,歡迎收看廚房噩夢 我是高登拉姆齊 那這個節目就是由我 擁有很多米其林星星的主廚拉姆齊 就去那種很爛的餐廳 然後批評他們的料理 然後讓他們變得更好的節目 那麼我今天就找了一家日本料理店 那我不知道什麼是日本料理了 那聽起來一定很爛 那我們就出發吧 歡迎光臨,請問有幾位 就我拉姆齊一個人 好的,那你的位置在這裡 這是菜單 嗯,有推薦的嗎? 我推薦我們使用了 新鮮海產的壽司拼盤 就給我那個好了 好的 嗯,就讓我看看這家餐廳 會端出什麼樣的料理吧 久等了,這是我們的壽司拼盤 天啊 Fuck me Fucking wrong 嘿 你給我過來 請問有什麼事 這魚他媽的是生的 Fucking wrong 我說這魚他媽的有夠生 他剛剛還問我蟹寶王怎麼走 客人這是壽司啊 什麼壽司你把這叫料理嗎 你把飯弄成一團 然後丟一塊生魚在上面 Oh my god 壽司就是這個樣子的啊 我受夠了 Get out Fuck go 滾出我的廚房 這是我的廚房 我來告訴你最適合這家餐廳的料理是什麼 來 這是什麼 把它放在你的兩邊臉上 就是你這個偷工減料三明治 偷工減料三明治 給我去好像反省反省吧 再見 就這樣我們的主廚又成功讓一家餐廳重獲新生 接下來還有什麼爛餐廳在等待他的救援呢 也有可能會去你家的餐廳喔 廚房噩夢 我們下次見 Pucko Pucko